好 那麼 各位目前的臨時小學校的夥伴還有今年參加我們活動 或者是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夥伴們大家好 那我是林佑柏 那目前服務於水土保持局 那本身就是做一些水土保持應用跟相關的一些研究 那本身呢我這邊是以我個人參與這些專案還有相關系統的一些經驗來介紹 我們今天在今年所成立的這個選修課 那本身呢在地理資訊系統裡面它其實就隱含了就像標題所說的 其實在時間跟空間它反映了我們實際世界的一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在系統裡面它的應用性其實也有相對的多 那因此我在這一邊呢載入幾個一些可能性的應用出來 那在這些應用呢它其實會分別是依照說 像你比較是目前還在學校的學生 那或者是說目前你是在教授相關科目的老師 最後如果說你對這些東西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你又很感興趣那你會偏向是在GitlingV 新參加的夥伴或者是你參加了一段時間 但是想要了解一下跨領域的一些資料或者是應用等等 所以說在這個課程或者說這次分享的一個內容 直接會是以我們直接做三種不同等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應用 那在針對說假設你是偏學生的話呢 這個系統對你來說就是你的幫助是 你可以做一個不用安裝其他的軟體 就能夠有一個學習歷程的一個資料或者是報告的一個成果 那不管說你感興趣的部分多還是少 甚至說你關注的領域啊或者是你關注的主題大還是小 其實都可以應用到這個功能 那只是說這個功能它相對有一些複雜或者是步驟會比較多 所以說如果你在這個操作上有一些問題 其實回過頭來我們也準備了進入門檻比較低 操作比較簡單的一些做法 讓有興趣的夥伴其實在我們這一次臨時小學的真能裡面 是可以拿到相關的一個認證 因為畢竟在我們短短一兩個月的時間相對比較短 但是我們的專案包括說像去年就有參與夥伴們開啟的一個專案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這些專案還有這些相關領域的知識 可以持續的讓各位夥伴去做學習 好所以說回到這一次呢 我們單獨在認證的部分啊 或是我們在課程 習座上實座上的一個安排會有三個難度不同的難度 那你可以選擇你適合的部分去做操作 那麼回過頭來我們這一次課程來說這些內容可能是如果你是學生可以像剛剛講的 其實可以作為你的學習歷程還有相關的像是學習跟研究的一個資料成果展示 對於老師來說我們本身在BGS的這個系統以及在一些開醫院的資源這些都是各位老師免費的一個教具 那然而在更細節的應用上或者是特當的對應上呢 其實是會因為老師們的需求而去進一步做不同的設計等等 那這個未來可以做一些後續的討論或者是老師有興趣的話 包括像我們今年跟台大賴教授做一些新課程或是新教案的一些研發 然而這一些變得比較細節或者說其實老師如果有老師參與我們相關的課程的話 那有興趣我們其實可以另外再約相關的一些時間做討論跟應用 那對於G0V或是我們社群夥伴來說 我們系統的其實最大的幫助或者是價值其實會在於我們整合了應該目前台灣最多的一個衛星圖片跟資料 那以及說我們設計了許多將外部的資料導進來跟將內部的資料導出去 這兩個交換的一些功能包括說像ShiftFile或者是KMZ檔案KML檔案等等 那這兩個也是我們設計在實作的課程裡面 那而且說雖然它並不像是開放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其實它有本身的一個特殊性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它是一個公開的資源 那其實你看得到的部分都可以用KMZ的方式抓回去做一個參考的圖資 好那講了大概我們區分的這個架構跟我們資料的一個優勢 以及這次我們課程我們能夠提供你什麼東西的一個大概介紹之後 那就直接到說我們這一次設計的一個實作目標 有三個就是最難就是上面這一個完成主題化故事這個最難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整合性的東西 各位學生如果你們同學在不同的老師教你們關於GIS系統或者是地理的資訊跟科目之後 那甚至說你們有比較喜歡去的地方關注的議題 那不管是都市山區或者是一些歷史的景點等等 那可以藉由主題化故事的方式去把它完成 做成一個線上的成果展示區而且會有一個連結 那你們只需要將你們收集到的一些資料跟操作 然後準備一個Google帳號就可以做完成 當然會需要不少時間 那我們中間很多的資料會跟Google帳號以及它的全線去做連動 那麼如果說在這個操作上其實你覺得好像有點難 那沒關係我們有第二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在其他的課程裡面其實會教到各位如何去開放資料裡面找資料 找你有興趣的主題跟做後續的應用 這邊用我個人之前做的一個算是商業分析跟比較邊境民生的一個議題 在右邊這張圖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些橘色的點點 那這些橘色的點點就是當時我們去研究說五金行 那五金行除了小北除了全聯 那還有一個比較新出現的就是寶雅 寶雅大家都去過但是或許有些人不知道說還有他的集團有開發了另外一個五金行叫做寶家 那寶家他展店的點就是右邊這個點位 那待會也會介紹說當時為什麼要做這個做法 以及說這個作業是會讓大家去應用一下我們新開發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多重點位的轉換上 那如果說你可以用shapefile 將他轉成多個點位匯入 或者是直接用批次展點就是用文字檔的部分 我都如果說不用GIS軟體 那我可能可以只用試算表Excel 那再加上一些轉換操作的技巧 我就可以把其他領域的資料轉換到我在GIS上應用的一個格式 那也可以將他放到BGIS上面去將原本你有興趣的一個圖資下去做組合 但是回過頭來假設說是在不同領域的夥伴 你對於這些東西覺得還是很困難 或者說畢竟大家各自生活其實有不同的奮鬥目標 那在短短的時間內假設你真的有興趣但是沒時間 那麼我們有最簡單的套餐 就是在作業的部分或是期待大家實作的部分 大家可以抽一個BGIS上面既有的一個功能 那去操作這個功能去做出像針對你有興趣的一個主題 做一個介紹式的簡報 那包括說你為什麼希望做這個後續的應用 或是起心動念等等 以在最下面這一張圖片來說 是在今年的時候二月份在基隆槓子寮 其實有在長期下雨的情況下 他有發生一個崩塌跟相關的一些災害 那所幸是沒有人傷亡 然而在災害的過程 其實我們的業務會有相關的一些研究 在之前包括可能在其他的課程 大家會有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NDVI 那這個在哲偉的好質地或者是其他跟植物有關的一些研究 或者是專欄裡面其實應該都會聽到 那NDVI這個東西呢 它是植生指數 就是說這個地方如果它植生指數高 它的植體就要多 那如果說像夏曼圖裡面綠綠的東西呢 它就是建築物或者是植物比較少 那麼在災害事件前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這種圖來去看到說 在去年底的時候 它中間的植被 它不一定是樹 可能是灌木橋木或者是草皮 也有類似的可能 那以及說在災害發生之後 能藉由Sentino2 哨兵2號的衛星影像 然後去解算植物植生指數 NDVI的數值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崩塌地發生的一些痕跡跟情況 那當然在業務操作上 或是實際應用上 我們還會去看說 它植生富裕的情況如何啊 這個是提供一個我們更科學化的一個數據 去掌握事件 相關的一個影響掩替 甚至說在自然環境恢復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我們三個 或是不同難度的一個作業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介紹說 大概這三個東西要會怎樣做操作 那有一些概念其實在其他的課程裡面 有很多老師或是其他的夥伴都有 針對內容做深入的一個介紹 那包括各位同學你們在課堂上 其實在基礎的先輩機制上呢 老師們應該也都會有做一些補充跟介紹 那除非說有遇到同學們也很有興趣 但是在課程裡面是沒有提到的部分的話 也都歡迎在office hour 但是office hour之外也都歡迎到slack 甚至說社群的部分去參與討論 或是跟我們詢問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接下來先介紹一下 BGIS主題化故事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我們是比較後來 開發完成之後在今年才完成上線 那這個功能其實在很多套裝軟體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軟體 都會有這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能夠說 在各自的系統上去 將所有的多媒體所有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將一些圖字一些點位 還有用視窗 整合相關的一些照片 以及文字的一個說明 簡單來說它就很像是 一個地理資訊系統的PPT大成果 那麼這個的好處是說 當然它中間會需要有一些操作的方式 那在尋找資料的過程 也是我們自己針對喜歡的主題去搜尋 那當然中間引用資料的時候 那也請大家要記得說 在引用資料的來源 要特別註明一下 這個功能能夠讓說 像這個主題相關 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在針對說 不同的一個資料類型 如何去藉由系統去做一個整合性的呈現 那這個一呈現做好之後呢 它是存放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同時會產生一個帳號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帳號去分享給可能 朋友或者是夥伴或是老師 假設同學你們現在可能比較需要的是 學習歷程跟一些考試跟選系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方式可以嘗試著操作看看 那因為它可以結合很多現成的一些圖資 包括說你可能可以只做一些文字的補充 但是在圖資中間去藉由不同的資料 在你可以看到那個彈珠寺視窗上面會有很多小點點 就是上面你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裡面跑來跑去 做一些連結做一些介紹 那在接著第二階段的操作影片呢 則會直接分享給大家 就是它出來的效果大概就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中間要做出這個東西 它大概有九個步驟大概 那是一個大架構上 它就是在我們主題的一個選定 選定之後它每一個我們想要介紹的點 比如說如果我想要從台北騎腳踏車到高雄 那我的主題可能就是腳踏車環半島 那在第二個分鏡我可能就會切北中南台北台中高雄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中間的一些技術操作像圖層的處理 視窗的組合 然後以及說我們邊做我們會檢查一下說 這個東西好像過程如何怎麼樣 有沒有存檔啊 東西會不會不見啊 講了有沒有問題 那接著我們慢慢的去修飾它 我們去賦予它故事的一個內容 我們給予它做一些文字上的敘述 還有說相關的一些參考圖片 延伸的資料 甚至說各位夥伴可以自己拍照做一些考察 然後把它放到你的Google空間之後 將這個資料就把它能夠用連結的方式貼上來 還有一些影片 甚至YouTube已經公開了一個影片 也可以藉由連結的方式把它處理回來 這個最後就會整理成一個故事地圖的形式 那在操作的時候 以及後續我們在各位的操作影片中 那裡面會變得有點像 目前看到的這一些操作的一個步驟 再搭配說我們實際操作 實際做出來的這個影片 讓大家去跟著一步一步實作 或者是說短時間你有興趣 但是來不及做也沒關係 那這個功能我們持續擴充 也會持續保留著跟推廣給大家去做使用 第二個部分呢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外部的資料 它如何去處理回來 呈現在必具之上 或者是外部的資料呢 它在地底資訊系統上面 它可以做什麼樣的呈現比較 以及找出它中間的一個關聯性 那以這一邊來說就是 當時啊 其實我想要去了解五金塔到底在哪裡 或者是做一個分析 跟我想要知道 去哪片租屋比較方便等等 那在官網網站或者是其他領域上 它其實是可以抓得到店的名稱 跟它的地址 但是在地理資訊系統裡面 坐標跟地址 它的關聯性其實是有些落差的 那在中間呢 藉由國土地理資訊系統 就是TGOS 它一個轉換服務 就能夠把它轉成97的X跟Y坐標 那這個檔案也會分享給各位 就是我當時做的一個版本跟原始資料 那在後續的應用上啊 大家也可以試著這個 用這個方式去做操作轉換 那以及像是在這一邊 在操作轉換上 那我們如果把它轉換到GIS上面之後 用P次轉換的方式輸入 或者是用QGIS 其實都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那以及這個東西呢 會是 等一下我操作一下東西 稍微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又 回到 很高的螢幕閃爍了一下 沒關係 我們接著來看 在右邊來說 我們剛剛轉換完點位之後 其實我們想要看到的是 當時我是想要找他們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地方開店 以這個主題來說 所以我就假設了一個東西 是不是要賺錢 要找人比較多的地方 才會賺得到比較多的錢 所以我就去找了人口分布的地圖 乍看一下 好像有點觀念 因此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在當年 當年操作上 比較還沒那麼熟悉 或是比較 在這個圖台 他其實沒有給出相關的圖子 所以我放到PPT裡面 直接做一個比例上的套點 就發現 還蠻符合的 所以說人口數跟保家五金行 它的展店策略 其實是很接近的 那進一步的延伸 像這種主題性的延伸 它其實扣合著說 同學或者是老師夥伴們 想要了解 想要知道的部分 那以我這個知道的部分 延伸說V2階段呢 我就會做什麼 就會去做 其實我把小北百貨 保家還有 然後B&Q 其實這三個我都還蠻常去的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做一個比較 那這個比較就可以看得到 在最右邊 B&Q 其實東部是有開的 然後以及說在小北百貨 它的展店策略 它相對是鄉村包圍城鎮 或者是在台北它有比較多 但是保家好像台北裡面比較少 就有一些有趣的現象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組合 那然而就是回到剛剛提的 在我們不同領域 其實拿到的資料 第一個它會需要做轉換 然後第二個呢 如果說沒有PGIS 或者說操作上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PGIS 就是我們的網路圖台呢 其實也有功能 相關的一個功能 能夠讓大家在資料轉換完之後 作為共通格式 能夠匯進來圖台 然後做類似的一個主題延伸 主題操作 那不管是各位可能在升學上有需要 或者是學習上有需要 那甚至說在畢業大學了 或者是之後工作的時候 甚至說我們現在許多的夥伴 會對環境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議題 都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將外部的資料整合到PGIS上面 那整合完成之後 你要做成地圖 或者是展圖 做成效果示意尋找關聯 以及說搭配我們的相關衛星圖資 等分析功能都可以下去做操作 那說到分析功能 就是講到 假設各位真的是比較沒有時間做操作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就是 我藉由了解一下我們PGIS上面 它單一性的一些小功能 那這些功能去熟悉 或者是找到一個 是你目前最有興趣 或者是最 目前你在接觸的議題裡面最相關的 那你可以試著用這個分析的功能或工具去 做出你想要了解的問題的可能的幾個答案 或者是某些趨勢等等 那PGIS裡面的分析功能其實還蠻多的 像如果以加值應用分析這邊也非常多 那之前在教學跟研期上的時候 其實有做過幾個比較跟課綱有關係 就是跟各位同學學校課程會相關性比較大的幾個 像是等高線坡度或者是坡向等等 那在等高線的部分 其實直接點進去的話 不同的軟體它其實都有提供這些功能 然後有一些軟體它的介面其實都偏工程化的操作 我們的介面坦白說有時候還是會覺得有點 有點聳聳的 因為它是早期的一個開發的概念去做的 所以有時候操作跟它的 會發現它好像沒有那麼現代的感覺 就是好像很土土的聳聳的 可是它後面的功能是很強的 小介紹一下 就是因為它開發很久 那今年我們會在介面上再去做一個比較大型的調整 所以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還是以功能的操作上為主 它雖然不好看 但是它很好用 那有的時候可能再加上網路用塞的話 它可能會卡住 但是這個不影響它本身 原本設計出來的能力到哪邊 那以像這個等高線來說 我們找到它的一個功能之後 在等高線計算模組裡面 我們選擇它的一個範圍 並且選擇它的資料的一個版本 那這個原始資料版本 在開放資料其實大家也可以找得到 20米的DM 那這個東西也可以 藉由QGIS或是其他工程的套裝軟體 像ArcGIS 甚至說有一些比較進階的 用Map Server下去做發布 做一些加值等等 好那在範圍資料選取完之後 按一下執行的按鈕 它其實就會產生出這些等高線的一個資料 那這些資料也能夠下載 下載完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轉換出去 到Google 20 Pro的檔案 的軟體裡面下去做呈現 而且在這個中間 它也可以再進一步額外做轉換 包括說我們可以進去把白色的地方 變成透明 因為它這個檔案是 壓縮檔去封裝的 或者是進階我們可以去改裡面的檔案 或者是自己手動的封裝 那以及說我們可以再把這個資料 再匯出去 用KMZ或KML 再匯進去QGIS裡面下去做套底 所以說這一些延伸的應用 跟檔案之間的連結 只要檔案的格式 它能夠依循大家 共通的一個規範 其實它的應用彈性就會非常的大 在中間我們的平台上 只有兩種 一個是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價值跟分析工具裡面 有一些功能 因為它產自的一個成果是 比較適合這個方式下載的系統 可以直接幫你做壓縮以外 在圖台上面 中央正上方會有一個小小的KMZ按鈕 這一個資料的話 這個按鈕的功能 它也可以讓你 不僅是我們在疊完不同的圖枝 看完東西之後 反正不管它怎樣 都是我螢幕上看到的 就有辦法把它結下來變成KMZ 那這個我要到Google地球 我要到QGIS上去做應用 後續就會相對比較方便 那比如說像頗向分析的一個工具 一樣我們也是選擇 我們需要的一個模組 那需要的模組之後 那選擇完範圍 並且選擇它相關的一個版本 然後它就能夠幫我們做出我們需要的一個資料 那中間呢 我們只需要網路 只需要電腦 那就可以做得到 那做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檔案圖片給存下來 那以及說在有一些功能 它的資料屬性其實 系統上有幫助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統計 可以去做呈現 或者是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放到Google 20上套疊 那套疊完之後 它的3D效能是相對比較快的 有的時候呢 我們的3D或許人太多 它可能就會卡住 或者是在網路功能有限縮 有瓶頸的時候 它可能讀取上會比較慢 那所以說在做成離線檔案 在自己的電腦 或者是自己的手機上面操作的時候 它對於網路圖台 這個系統的機制來說 它還是有它的優勢 跟它的方便性存在的 就是離線的檔案跟線上的檔案 它們中間其實有這方面的一個差別 那當然我們也有相關的一些操作影片 或是介紹後續 在簡報有分享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從簡報裡面呢 去連結到這一些相關的教學影片 或者是到我們系統的一個官網上 其實都可以看到 然後以及提到說 像它上面的一個獨立分析功能 剛剛我們講的可能是針對地表的地紋 或者是它的地形去做分析 那這一個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針對植物它的NDPI指數下去做分析 你就發現在災害前 它其實算是有植物 不管是大還是小 那可是災害之後發現 它整個崩塌下來了 它是不是崩塌事件發生的前後 它的直升指數會有所變化 那這個功能呢 是使用Sentino2衛星的一個全導影像下去做處理 當然它也還有其他不同的一個指標 那以及像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析完成之後 其實檔案資料都是能夠下載跟做處理的 那還有說像地形 它地形的一個資料 像是開放資料來說 其實它都是有的 可是呢 在同學們想要了解地形它的一個起伏的情況 或者是想要下載回來 比如說右邊下方 我們的這些資料數字都會直接下載的 以及我們在右下角的這個數據圖在上面點的時候 其實左邊在這一條剖面線上面 它在的一個位置都會是互相聯動的 所以說像這些工具都是它本身為了業務目的 或者是常用的一些分析功能 那這些分析功能我們整合在網路上的一個圖台上面操作 它其實有比較大的便利性 除了不用安裝軟體以外 那我又可以藉由 因為我們自己有需要 所以我們請廠商把它很多的資料類型 很多的呈現方式整合在一起 那放在網路上呢 各位你其實只要做一次操作 你就可以得到兩三種效果 以及這些效果成果 做出來的資料呢 你可以下載下來 不管是如果是以這個 畢形起足的斷面來說 下載的會是呢 在坐標距離上它的一個數值 那以及說這一條線啊位置 其實都可以把它給數位化做成share file 是線的圖層等等 那在下載下來之後 這個原始的數值資料 我們甚至可以在Excel裡面 重新把它做成一個圖表 那再去做加值跟比較等等 那在中間呢 我們還是要提一下說 其實我們跟我們的基礎統治啊 跟其他不同的機關裡面 我們的host地圖跟csd圖 其實是個還蠻有趣跟比較特殊的一個圖 那我們的host地圖呢 它是藉由陰影跟紅色 就是我們人眼睛其實對紅色的辨認性辨認色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藉由這些技術將它的地形把它弄得更容易辨識 就是讓它的立體效果變得更好 這個是host地圖 那在csd圖呢 我們則是把它 在平常我們下雨的時候 手是不是會流過地表 那在這個地表模型 在內政部的一些資料 還有我們處理完之後 把上面的植物跟植被拿掉 然後就剩下純地表地形了 那這些地表地形上面的一些特徵 我們其實可以用一些演算的方式 去找出下雨的時候這些水 它是不是都會集合到一個比較低挖的地方 好 那這個低挖的地方 它是不是又會比較連續 那在這兩個前提之下 它是不是就是又有彎曲又有連續這樣的條件 那我們藉由顏色的設計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彎曲又連續的地方 把它用藍色顯示出來 那這個東西它就會是比較可能是下雨的時候 然後在地表的這些水流汇集 而且會流津的一個地方 那日積月累下過很多次雨之後 它是不是有可能會越刷越深 或者是它的汇流的地方 假設天氣暖化 氣候暖化 氛激變遷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多的時候 它這個是不是會慢慢的變大 就是它的水流過的一個情況 你會發現可以做一些比較 或者是做一些分析 或是了解說當地的一個地形環境等等 那在它的呈現上面 會是我們的圖台上啊 其實右上角會有一個底圖的一個選擇跟操作 那除了我們既有的合作的一些底圖 包括很多最主要像內政部偵測影像 Google的一些資料 那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host跟cs地圖的一個選項 那其他的還有一些像是我們在業務上 就是針對不同的分類跟我們的需求 就是我們都有整理出一些很核心跟很相對必要 會用到的一些圖層跟資料 那這些其實大家也可以在稍後的一個操作影片上 或是大家可以自己上來體驗 上面我們已經協助數位化之後 它的一個像量塗層 不同於衛星影像 這些是數值化的一個像量資料 那以及我們其實有設計3D的一個功能 可是這個3D的功能有時候會很吃效能 那這個效能的部分 所以暫時還我們會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可是呢就沒有放在這一次的課程裡面 或是後續我們會做為補充式的一個課程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或是做應用 好那以上呢是我們介紹的部分 最主要的是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大概有什麼東西 我們適合什麼樣的夥伴去做相關的應用 那我們設計最主要的是實作3種 我們的實作課程 它的進入門檻分別有高中低 那麼這3種課程裡面大家可以依照自己 目前能夠負擔的時間去做操作 看是說你要單一的功能下去做接觸 還是說要嘗試著看看用外部的一個資料 導入BitJuice上去做一個整合呈現 或是你想要直接來挑戰看看主題化故事這個整合的大魔王 好那以上就是在第一階段介紹的部分 待會呢會再有就是BitJuice它整體操作的一個介面導覽 那以及說在主題化故事目前的一個範例 那在接下來會有三個操作影片 則是針對主題化故事的操作 外部資料導入的操作 還有BitJuice它本身分析功能的操作 這三個部分 好那麼現在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好那待會呢我們就會接著下一個階段的影片 來帶大家好好玩一玩地理資訊系統 好到這邊 暫停OK